多地一人染疫封全城 内蒙称要杀鸡用牛刀 非澳应易得转向中共对外关系封解 中共干预美中期选举 虚假账号遭麦塔关闭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从10月1号开始 中国大陆数以千万计的用户 无法再使用谷歌翻译 科技新闻网站Techgrange报道说 谷歌翻译APP已经关闭了 中国地区的访问许可权 用户被重新定向到香港地区的 通用的谷歌搜索页面 而香港版的谷歌翻译 一直被中共防火墙封锁 谷歌在一份电邮中对Techgrange表示 停用中国区域的谷歌翻译 是因为使用率低 不过香港《南华早报》指出 尽管一些中国科技公司提供翻译服务 但是谷歌翻译在中国 仍然拥有庞大的用户群 报道引用网络分析平台 Similarweb的数据称 仅8月份中国谷歌翻译网站 就有5,350万次的访问 《南华早报》认为 谷歌翻译APP在中国停用 反映了谷歌公司与中共当局的复杂关系 翻译APP是谷歌在中国 所仅存的消费者服务之一 那么该APP的停用也标志着 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将进一步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在线因为极端防疫造成的荒唐事 10月1号江苏P州一对新人结婚 但是新娘因为疫情封控无法到场 新郎只能对着电视机完成仪式 视频显示 婚礼现场只有新郎一人现身 新娘则只在电视机里面出现 现场还有私姨和其他的亲友 新郎和电视机完婚的消息 引发网络的热议 有人说连新娘都清零了 这是百年未见之荒唐 好 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时事经文 临近二十大中共持续推行极端的防疫清零政策 多地因为发现一两个病例就全面的封控 内蒙古单位书记甚至公开宣称 对待防疫杀鸡要用牛刀 不能外溢到北京 10月2号起 内蒙古赤峰市满洲里市 鄂尔多斯市临溪县等多地 因检测出一例病例而实施静默管理 鄂尔多斯市则因发现两例病例 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暂停所有经营活动 据内蒙古当局通报 截止到10月1号 省会呼和号特市累计病例44例 无症状感染者11例 高风险区17个 中风险区9个 当晚 内蒙古党委书记要求呼和号特市 尽快实现疫情清零 坚持杀鸡用牛刀 提升防控等级 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等 防止疫情扩散 尤其不能外溢到北京 大陆高校退休教师刘女士说 杀鸡用牛刀 说白了就是防疫层层加码 你杀鸡用得着牛刀呢 为啥用牛刀呢 实际上呢 它就是瞎折腾 疫情绝对不会因为中共的清零运动 它的政策而得到遏制 中共的清零政策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了 要是封城封户就能控制消灭疫情 那就别搞什么疫苗也别治疗了呗 呼和号特市还发出倡议书 要求民众不出户 不流动 不聚集 高风险区足不出户 刘女士认为20大前各地加强风控是政治需要 是中共内斗的结果 内蒙古书记6月也曾要求 重兵围剿疫情 坚持杀鸡 用牛刀 而内蒙古只是各地极端防疫的一个缩影 9月底 深圳福田区沙伟村 也出现一例病例而封村 上海市金融区路加嘴 也因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而封全区 山东东营市则因发现两例病例 上千人被围成了重点人员 两个街道的民众足不出户 青海省10月没有通报新增病例 但格尔牧市民众揭露 当地已经封锁两个月 我们的门都是人家赛区里说的 有时都赛区都拿走了 他就从外边走到门了 我们哥们都出都出不去 另外人家铁路往保的 都给单子都给屋里卷着的 人家乡都是做不了的 根据中共通报 10月1号27个省份出现新增病例 而9月份每天都有20多个省份出现新增病例 新疆 西藏等多地已经封控50多天 新疆伊犁仍然户户上锁 街头空无一人 维吾尔新闻平台揭露 当地警方大规模抓捕揭露封城的民众 在伊犁军越龙亭小区 居民的家门被铁丝绑死 而在深圳等多地的民众 失衣长假也被迫足不出户 导致街头和地铁站冷冷清清 一度辟辟谣不封城的天津也在旱铁皮封小区 北京户外更是到处用铁丝网封控 包括湖城河 陵山风景区 西山大爵寺 旧峰 阳台山等地 都被围上铁丝网 有人嘲讽 喜迎二十大保卫北京城 同时多地警察抓捕不戴口罩的民众 但十一中共高层聚集天安门广场 却不戴口罩 有人问科学防疫全民战役呢 那这个就会脸面无光嘛 所以他就一定要蛮干下去 甚至这些借此来考察各级政府 打手们他们的效忠程度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分析 中共极端防疫远没结束 往下面发展可能会越演越烈 因为疫情如同流感 无法达到清零的状态 最近几年中共病毒大流行 以及中共的战狼外交 以及当局打压人权的种种做法 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与中共脱钩 选择向美国靠拢 并对中共展示更为强硬的立场 中共多年来以各种手段 在海外建立的所谓友好关系正在崩解 近日索罗门群岛与其他13个太平洋国家一起 与美国签署了一项伙伴关系协议 标志着索罗门群岛 已转向由美国主导的伙伴合作关系 9月29号 美国总统拜登对来访的 十几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强调 鉴于中共在太平洋地区 日益增加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美国将会更加致力于发展 对太平洋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前几天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拜登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了双方的 两位领袖承诺要加强两国盟友关系 强调对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支持 以此回应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小马克思还说 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关系 在很多方面可以重新定义 除了菲律宾新政府的转变 澳洲新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今年5月当选后 对中共的态度也似乎开始转变 阿尔巴尼斯在上任后的首个记者会上 谈到中澳关系时说 改变的是中国而不是澳洲 澳洲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中共外长王毅 在巴黎岛会见澳洲外长黄英贤时 向他列出改善中澳关系的思想要求 阿尔巴尼斯总理指出 澳洲不回应要求 我们回应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澳大利亚中共的前几年闹翻之后 双方就开始就搞了个 中共对澳大利亚的城市经济胁迫 那平时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之后 它的对华政策它没有退回去 没有被中共压倒 但是因为新政府上台了 中共目前国际环境又不好 它想跟澳大利亚搞缓和 但是中共又不想拉不下面子 又不想做实质性的退让 所以双方还在相互试探 英国和意大利这两个重要的西欧国家 9月份相继选出右翼女强人特拉斯 和梅洛尼主政 在抗衡中共的态度上 两位女强人的倾向相对一致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两人都一口同声的支持台湾 这主要就是中共的什么 战狼外交造成的 第一是香港反送用运动 中共对香港那个 对国两制的摧毁 第二呢 华为的问题 英国呢 就是把那个什么 华为2027年之前的设备要拆除 对来跟美国走在了一起 第三呢 像新疆 中国的人权这些问题 英国跟美国又走在一条线上 而且那个中共对英国的渗透 已经引起了英国各界的高地重视 德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也变得更加强硬 如果中国人的主要是 如果中国人的主要是 利益的利益 利益的利益 是中国人的利益 是中国人的利益 但我们不得了 但是我们不得了 如果中国人的利益 在利益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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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利益 是一个重点 重点在于说 英国整体 对于中国的关系 越来越早 它会有越来越多的 衝突跟矛盾發生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 羅伯特·哈貝克表示 將對中共在歐洲的投資進行審查 德國不會因經濟利益向中共屈服 也不會對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視而不見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個國家 都已經認識到中共的危險性 所以大家要聯合起來反制中共 中共干預美中期選舉 虛假帳號遭META關閉 歡迎繼續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11月將舉行中期選舉 中共則開始了新一波的境外宣傳操作 臉書的母公司META9月27號宣布 已經切斷了由中國境內主導 針對美國中期選舉的網絡輿論戰 根據META的報告 中國的虛假帳戶網絡集中在 美國11月的中期選舉前 針對美國用戶發表一些分裂性觀點 這個宣傳網絡主要涉及81個臉書帳號 一些即時電報和推特帳號 操作規模較小 並沒有吸引太多追隨者 不過 報告指出 這一發現仍具有重大意義 因為這標誌著中共的大外宣方向發生變化 更直接的干預美國國內政治 META全球威脅情報負責人倪默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他們之前下架的中共影響戰操作 主要是向全世界談論美國 主要受眾在南亞 傳達的訊息不外乎是美國不好、中國好 然而 新影響戰鎖定堕胎和擁槍權等 在美國引發分裂的議題 針對持正反意見的美國民眾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中共一直想全面介入美國的政治生活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中共也曾介入 香港反政府運動以來 中共搞了很多的虛假帳號 搞了一個宣傳運動 這是美國也關閉了大批的帳號 報告提到 這個中國網絡還設立了假帳戶 冒充捷克人 威脅捷克政府不要跟中共對著幹 而META同時也破獲了俄羅斯的虛假網絡行動 META說 這是俄乌戰爭以來 最大、最複雜的俄羅斯網絡行動 王赫說 這麼多年來 中共一直沒有放棄的大外宣手法 已經很容易被外界識別 所以 它以俄羅斯作為樣板 想要使信息戰更加本土化 迷惑性更高 然而 與俄羅斯相比 中共的手法似乎有些笨拙 報告指出 這些來自中國的虛假帳戶 多數採取輪班模式 在中國時間的週一到週五 朝九晚五的工作 也就是說 他們通常在美國的夜裡工作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沈榮欽認為 中共的人員應用和熟練程度還是有限 沒有很好的應用機器人 所以 很容易被人抓到作息習慣 不過 沈榮欽提醒外界注意 這種認知戰並不一定是支持某位政治人物 或某方觀點 而是通過一些尖銳而有分歧的議題 製造騷亂 讓社會更加對立 此外 削弱制度信任 更難團結一致的對抗中共 也是它的一個主要目的 一名麥塔高層主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他們沒有足夠證據證明 這波操作的幕後黑手是誰 而王赫表示 這番話背後的前胎詞 其實非常豐富 麥塔發言人表示 已經和美國聯邦調查局 分享了這些中國帳戶的詳細信息 沈榮欽表示 美國可以從幾方面來預防這類問題 除了重視代理人法案 主管單位對一些大型社交平臺 必須做一些管制外 還應該把這類議題列入國民教育 下面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安徽訪民李本才揚言北京上訪遭判刑 安徽省蘇州市民李本才因果園被侵佔 房屋遭強拆而上訪 維權27年 今年8月 李本才因為對當地信訪局官員表示 如果地方不解決就找中央 結果迅速被以尋釁滋事罪逮捕 9月29日又被蘇州市永僑區以同一罪名判刑兩年6個月 遇逃離黑監獄 福建強拆受害者遭起訴 福建強拆受害者陳契今年3月進京上訪 被福州市當局劫回 拘禁在當地一個黑監獄內 因無法忍受看守人員折磨和虐待 爬到窗戶上被路人看見報警 並將現場視頻發到網上引起關注 福州警方因此以尋釁滋事罪將他刑拘 之後又逮捕起訴 目前他被關押在福州市鼓樓區看守所 南京訪民吳居芳出門受阻 險遭綁架 南京訪民吳居芳9月6日在北京上訪時 被地方政府人員截回 之後一直被控制在家中 9月29日他買了前往長州的火車票 但出門時被街道人員攔截 還險些被綁架走 山西臨墳兩基督教徒被逮捕 山西臨墳基督教聖約家園教會 8月19日舉辦親子營活動 被近170位警察衝擊 教徒李傑和韓小動被抓走拘留 9月30日他們被以詐騙罪名逮捕 目前兩人被關押在山西省臨墳市 瑤都區看守所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0月2日 播出了對美國防長奧斯汀的採訪 奧斯汀表示他認為中共不會馬上入侵臺灣 但是中共通過在臺灣周邊的軍事活動 開始嘗試創造一個新常態 美國防長奧斯汀10月2日 在CNN播出的採訪中表示 他認為中共不會馬上入侵臺灣 但美方確實看到 中共正在建立一種所謂新常態 例如中共軍機頻繁穿越臺灣海峽中線 海軍船艦在臺灣及周邊水域活動 也越來越頻繁 臺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指出 跨海攻台是一個很複雜的軍事行動 中共現階段還沒有能力完成 更何況他們要越過比這個陰激利海峽更寬 這個臺灣海峽以現階段的解放軍的能力來說 是不可能的事 奧斯汀所謂的新常態 是從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開始的 中共在臺灣周邊海域持續進行多兵種演習 發射的導彈甚至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水域 之後中共軍隊東部戰區8月26號首次公開用常態化來形容臺海軍員 中共的這個新常態已經引發國際理智 是 美日澳三國防長上週六在夏威夷舉行峰會 強烈反對試圖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 或升高緊張局勢的任何行為 三國防長同意進行戰略性整合 加強安保合作 加強聯合演練活動 也加強三國間國防裝備與技術合作 以應對中共日益增長的威嚇行動 你一旦變新的常態化就會變常態化 對臺的武力威脅當然就會更具體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中共解放軍越把臺灣海峽納為它的勢力範圍 對於區域安全的威脅就更大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 日本 澳洲等國家 都一再強烈反對的因素 在過去的一年裡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四次公開表態 如果中共武力犯臺 美國將出兵防衛臺灣 這次面對CNN主持人追問 奧斯汀也表示 美國永遠都準備好捍衛自身利益和履行承諾 他認為拜登在回應假設性問題時 答案已經很清楚 重點是 臺灣對美國在整個亞太印太是不是有重大的利益 臺灣這個地緣站的位置是不是重要 現在看起來顯然是很重要 不管你美國願意不願意你都得要來 並不是幫助臺灣 而是維護美國在整個西太平洋的利益 因為臺灣的利益比冷戰時期還要重要 連日本都覺得臺灣重要 奧斯汀還表示 依照臺灣關係法 美國致力於協助臺灣發展滋味能力 這個工作在進行中 而且美國還會繼續努力 確保在對的地方有對的能力 藉此協助盟友 維繫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大陸民眾說 中共治下的中國難說真話 百姓生活困難 他們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來看他們的聲明 保庫聲明 今天在中國想要做個好人 講個真話都難 邪黨無惡不作 天要滅它了 退黨才是上上之策 所以我今天特在此聲明 退出共產邪黨所有組織 合肥的李遠東說 從全民脫貧 看穿中共的騙人本質 物價飛漲不是脫貧 而是反貧 醫院人那麼多 看病那麼貴 又不是公費醫療 也是造成反貧的因素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